我们如果想要知道H1B有没有被抽中的话 一般有下面四种方法可以知道 第一种呢就是等待移民局发来的receive notice 如果收到的话就证明你被抽中了 第二种呢就是去找公司的finance部门 或者是找你的律师 看看这个filing fee的check有没有被deposit 如果有的话那就说明被抽中 第三种呢是到SEVP的网站上 去查询自己的状态 如果status的这个expiration date被更新到9月30号 那就说明是被抽中H1B 最后一种呢是到SEVP的网站去找他们的客服 问问客服你的这个status是什么一个情况 那客服也会告诉你有没有被抽中